镜头中,这位正在跟随香港迪士尼乐园音乐剧舞蹈总监排舞的青年名叫梁月龙,是一名音乐剧演员。 1991年出生的他在海外求学数年取得一定成就后,于2018年夏天放弃在美国的前程,选择回到祖国从事音乐剧教育。 日前,记者在梁月龙创立的湖南省第一家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中心,见到了这位音乐剧才子。 了解自己的求学之路,梁月龙孝珍与音乐剧结缘完全是一场意外。 从小爱谈吉他的他,因为偶然被老师发现歌唱得不错,才开始接触上声乐。 后来通过我的老师跟我沟通,介绍,我才慢慢地开始了解到声乐,了解到美声,了解到音乐剧。 所以后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才开始学声乐,然后才走上这一条道路。 梁月龙说,音乐剧发源于西方,盛行于美国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近年来也开始在中国、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流行。 他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怀抱着出去看看世界的梦想,决定只身前往美国追寻最纯正的音乐剧。 在梁月龙刚到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音乐学院攻读歌剧艺术家证书时,学校组织排演一部大戏,老师考虑到他的亚洲面孔可能会不适合音乐剧表演,只给了他一个不吸眼的小角色。 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梁月龙和同学们站上了大剧院的舞台进行公演,尽管整产剧梁月龙出产了不到15分钟,但是羡慕后一对长期资助他们学校的夫妇和他的一番交谈,让他至今难忘。 然后下来以后呢,就来了一对夫妇,就抓住我的手,就非常激动的跟我说,啊,梁,你唱得非常好,我们非常喜欢你的声音,你是不是中国来的?我说是。 他说,哇,他说,现在中国的学生已经能唱到这么好了,他说我们真的很为你感到高兴。 梁月龙说,亚洲人本身在身材上就和欧美人有差别,再加上用他们的语言去唱他们的音乐剧,有任何不到位的地方,欧美人都能听出来,因此在排练中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那对夫妇对他说的话,算得上是对他多年学习的莫大肯定。 不久之后,梁月龙的导师找到他说,他们排演的这部剧将进行巡演,因为他演出的角色反响很好,所以想换他演主角,但是只有三个星期的排练时间,问他能不能做到。 我说这个角色我烂贝于心,我非常熟悉,什么时候随时就能唱,他说OK,那你来。 然后从那以后,三个星期以后,我上台唱了那个角色以后,我是所有全场唯一一个站在舞台中间的那个中国人。 其实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的骄傲,我羡慕的时候,观众站起来给我鼓掌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 2016年,梁月龙以全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美国丹佛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攻读硕士学位,并成为首位获得院章奖学金的华人学生。 此时,梁月龙在拍演的所有剧目中,几乎都是出演主角,美国不少剧场经理人都希望能和他签约,但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选择在2018年夏天回到了祖国。 因为目前而言,就中国的这个市场,包括中国的这个歌剧人才,他还没有普遍的被国际上给认可。 那么我希望通过我自己在国外学到的一些东西,能够真正的带入到中国,带入到湖南我的家乡的这一些真正热爱音乐剧,热爱歌剧的这样的一批学生,真正的传授给他们,来帮助他们成长,我们互相去成长。 梁月龙说,他的想法得到了许多在海外求学音乐的青年朋友的支持,纷纷表示愿意加入其中。 2018年11月,湖南省第一家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中心,在梁月龙和朋友们的努力下在长沙成立,不仅吸引了大批少年儿童报名学习,也得到香港迪士尼官方支持,派出音乐剧舞蹈总监定期赴长沙授课。 对于未来,梁月龙表示,因为他和朋友们之前求学时,与美国百老汇和香港迪士尼建立了一定联系,当孩子们的学习取得一定成果后,他会不定期组织孩子们去香港甚至美国进行演出。 与此同时,也会引进国外优秀的音乐剧导演和演员来到湖南,让孩子们学习到更专业更高标准的世界化音乐剧知识。